我们都很好奇 小景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一个选择 好像小景很着急 为什么是我求婚 首先我觉得 能提出这个问题 就已经说明 你给自己的想法 设置了一个框架 凭什么求婚的 就一定要是男方 我们不应该给男女 冠上主动或者被动 这样一个标签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探索 属于他们自己的 一个感情模式 这两个人在一起 舒服就行了 毕竟在这个时代 能够遇到一个 想让你去求婚的理想对象 已经很不容易 行吗 害羞总裁弟弟 不是 我这个时候发弹幕 会不会显得我太幼稚 我们小景说得特别好 还说我也非常认识 苏杰 你的转型是非要建立 在我形象奔盘的基础上 不行 我要让人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男性魅力 我怎么能说 和小景聊这么多 下面要进入我们 今天真正的主题了 小景作为我们 今天的新品试吃官 要为我们试吃新品炸鸡 麻烦助理 你把那个炸鸡上一下 好 看着夏天很开心啊 等我玩你能够好 那当然 这是我今天 最期待的一个环节 我一秒就等不及了 怎么了 怎么 我哥他为什么会去锁景的直播间啊 我哥他为什么会去锁景的直播间啊 过来 快 快快快 过来看 你怎么回来呢 完全可以放心把这儿交给我去营业 你可以吗 你要不是 我刚前几波炸鸡全部有光 你不可以吗 什么意思 家园们 你们有眼福了 我跟你们一样激动 来 沐总 赶快给我们家园们打个招呼吧 好 大家好 我是沐秀伦 苏锦小姐的 未婚夫 等一下 有点吃饭 喝多了 真能说一嘴的狗粮 这也太幸福了 咱们的炸鸡啊 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还请两位 试吃一下我们的新品 然后也给我们的宝宝们 做出一个评价 好 来 我帮你 嗯 听说和新亚的人 一起吃炸鸡会更幸福哦 来 我来啦 女艺人能这么吃炸鸡吗 看我小姐吃多香 慢点 趁早上 要死 这么咬你的吗 哥 我人没了 我好像又从生命粉 解锁了其他新的属性 我也没了 我捧了三年的国民小白花 既然是艺人 请注意一下身材管理好吗 这直播我看不下去了 苏锦最近变胖太多了吧 怎么一点自觉都没有啊 胖成这样 直播还是那么多啊 我呢 最近确实有点心宽体盘 但是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活在 别人给你们设置的标签里面 也永远不要活在别人的审美里 大家想吃就吃开心就重要了 牧总 你同意小景的看法吗 当然了 小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毕竟健健康康才最重要 对吧 又来了 对啊 男友力一定饱胖 大家呢 也千万不要害怕吃炸鸡会变胖 适当的脂肪摄取 对人的生气来说是必要的 就比如说炸鸡 它不仅不会发胖 而且它可以加快代谢 燃烧体脂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吃不胖的小技巧 就比如说我们吃炸鸡的时候啊 放在嘴巴里面 咀嚼三十下 然后再下演 其实刚大家肯定都没有发现 我偷偷咀嚼了好多下 才演下去的吧 来 亲爱的 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 真的给你啊 咀嚼三十下哦 逼恶心谁不会 算你很 宝宝们也可以试一下 高龄哥 我写的小说 他们怎么能够擅自改剧本呢 那要不 咱们来谈谈你的情况 嗯 什么情况 你这个小朋友 什么时候学会偷偷谈恋爱了 我都知道了 你瞒着你哥就算了 你还瞒着我 嗯 我这不看你工作忙嘛 我这点小事 就不打扰你了 哎呀 哎呀 果然是长大了 都懂得保护一中人了 那当然 这彼此保护 是恋爱的第一准则吧 我这大猛还没处理好吗 我们再尽快地增加 关键词句屏蔽 但是说实话 网友评论自由啊 哎 这是怎么了 杂鸡不就又卖空了 还预定了明年一年的量 已圆满完成任务 天哪 宝宝们 不敢相信啊 我们刚刚有个匿名用户 已经把我们的杂鸡 全部呛空了 这位粉丝宝宝说 他非常喜欢小景 他是小景的粉丝 也非常支持你哦 他说小景直播辛苦了 那我们大家一起感谢小景 谢谢这位粉丝啊 那因为我们炸鸡提前卖空了 那我们这次直播也得提前结束了 是不是还没吃够 那我们小景再给大家说两句吧 首先呢 谢谢这位朋友啊 不过呢 我还是得说一句 理智消费 不许浪费粮食 下一次不许这么做了啊 感谢沐总百忙之中抽空赶过来 这次直播数据啊 一定会非常漂亮 开闪一个月的时间 怎么管理我苏锦 希望你自己心里有说 是是是是是是是 方哥 方哥 小苏姐不见了 我到处都找过了 是 是带着炸鸡不见的吗 你赶紧去找他呀 一块炸鸡胖三斤呀 快快快 快去快去 这还不赢 半会一局 干啥 你 你 你